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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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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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面上的無線收發器造型都令無看一支支的設計 D-Link 早前推出的DWA192 就講了求體造型外觀 厝重80.1ac無線協定 以及擁有3T3O的無線天線收法 加上搭配USB 3.0連接介面 搭配一般只有USB 2.0連接頻寬的限制 D-Link DWA 192 有比於一般常見的無線網絡收拔器 造型設計上跟精靈球的外觀非常相似 軟體比較像一個小型揚聲器 或者普通的桌頭擺設 將DWA 192放在桌上不會影響觀感之餘 亦都可以取得最佳的無線信號接收 在接上電源和信號連接線之後 DWA 192中間會發出藍色的燈光 表示正在運作中 DWA 192 裡面持有3T3O無線收法天線 配合802.1AC無線傳輸技術 最高可以提供1300Mbps 和5GHz無線頻寬 另外在2.4GHz也都可以提供 600Mbps無線頻寬 成為一款AC1900級別的無線產品 DWA 192用了USB 3.0連接介面 現在市面上大部份的主機板都已經配備USB 3.0接口 相比舊有的USB 2.0擁有更高的傳輸頻寬 在1300Mbps 5GHz的無線連接下 就可以避免平頸的情況發生 而且安裝亦都較PCIe介面卡方便 只需要接上USB 3.0的線材 將DWA 192放在桌面的地方便會使用 在1300Mbps中